常常會把歷史的事情 跟現代的事情 跟過去的事情 他會把它混成一堆 他會跟你講說 昨天我好像嫦娥請我去廣寒公 這件事情曝光的也有個好處 從此那個女生也自知 這個媒體追的都很緊 所以這個女生怎麼來的 怎麼走的 說實在跟我們家人都沒有關係 人就消失掉了 就讓我老爸平安的 謝謝大家的關心 謝謝 很驚訝 他應該身體還蠻好的說 結果沒想到現在傳出這樣的消息 很惋惜 旁白哥報報 90歲司馬中原斷腿 確染肺炎奏事 而鋪兩義以產分配桃花節下文 西洋人怕鬼 中國人也怕鬼 全世界的人都怕鬼 恐怖 恐怖 是 熟悉的鬼故事開場白 永成絕響 本名吳炎梅的作家 說書人司馬中原 圓越4號過世 想騎受90歲 家裡排行老五的小兒子 忍痛說明來龍去脈 我爸有散步的習慣 前兩天散步的時候 就忽然那個腿有點 就站不穩 那我們送到醫院去的時候 以為是簡單的腿骨受傷 打打那個鋼 鋼丁 進腿骨就好了 剛開始我老爸 揮舞的狀況還不錯 也可以下床 有天半夜的時候 接到這個醫院通知說 這個我老爸的心跳呼吸停止 說肺部有感染 這跟我們當初送醫院急診的 說是這個腿骨受傷 打鋼 鋼丁是完全兩回事 醫院當初也說這個電極壓 或是這個心肺復甦 對老人家的熱骨或是心 心臟肝臟 也許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也決定不做這一塊 東西丟掉就不知道 丟到哪裡去 心裡很難受 我老爸其實這幾年 過得也蠻辛苦的 因為第一 我老媽這個107年過世以後 我老爸一直覺得 他應該很不太能適應 老爸走了 我們按照那個制度去申請 能不能再跟我老媽合照 在同一個那個軍人公墓 我老爸經歷過抗戰 經過國共內戰 我老爸的希望 其實和平 因為他看過太多的身體 死亡 看過太多的瘋 和別人天 所以他唯一的希望 就告訴大家 和平 我遇到的是一種 比鬼更可怕的東西 我遇到的是一種 這點是因為 我老爸上了多年 多年年紀了 他腦袋不是很好的 常會把歷史的事情 跟現代的事情 跟過去的事情 他會把它混成一堆 他會跟你講說 昨天我好像 嫦娥請我去廣韓公 我說這樣子 還這樣子 說到糊塗了 四年前周刊報 司馬中原身旁出現 首女 企圖挪用大小張奪 兩億家產 桃花劫後來呢 我老爸講 其實八十幾歲了 還能怎麼樣 這件事情曝光也有個好處 從此那個女生也 自知這個媒體追的都很緊 所以這個女生怎麼來的 怎麼走的 說實在 跟我們家人都沒有關係 人就消失掉了 這樣子 兒子透露司馬中原的遺產 留給五個兒子和一個女兒 如果說我近演藝圈 第一個模仿的是 司馬中原老師 魔王郭子乾 模仿過五百多個角色 35年前還是節目助理時 以學司馬中原 為入行的敲門磚 唉唷恐怖啊 恐怖到了幾點了 幾點了 三點了 四點了 到了五點了 還在恐怖 很驚訝 她應該身體還蠻好的說 結果沒想到 現在傳出這樣的消息 很惋惜 三立娛樂新聞 一路好走報導